在选举纠纷触发伊朗30年来最严重的动乱之后,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说,选举有着明确的胜利,没有选举舞弊问题。 自从6月12号的选举之后,哈梅内伊首次对全国发表讲话,他指责伊朗的敌人通过干扰选举结果来攻击伊斯兰合法制度。 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对数以千计的人说,人民选择了他们认为最适合担当重任的人,现任总统埃哈迈迪·内贾德以63%的得票率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次电视讲话之前,败选的总统候选人穆萨维的支持者举行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大规模抗议。 穆萨维不服选举结果,并只称选举舞弊。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星期五呼吁冷静,并结束街头抗议。 他说,对选举结果存有任何疑问,都必须通过合法途径来调查。 他还说,现任总统比对手多出了1100万张选票,这显示选举没有作弊。 伊拉克外交部长表示,他对美军本月底撤出伊拉克城市之后,伊拉克有能力接管安全事务,充满信心。 伊拉克外长兹巴里是星期五在日本东京发表上述讲话的,他正在会晤日本领导人,希望吸引日本更多的向伊拉克投资。 星期四,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希尔表示,美国将按时间表在本月底前从伊拉克城市地区撤出作战部队。 希尔表示,美国将按照去年达成的美伊安全计划履行自己的义务,那项计划要求美军在6月30号撤出伊拉克城市。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采取步骤保护美国领土,因为有报道说,北韩准备向夏威夷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日本一家报纸星期四稍早报道,北韩正准备在7月初向夏威夷的方向发射一枚远程弹道导弹。 日本独卖新闻引述日本防卫省的话说,北韩于5月30号从平壤附近的某一工厂将一枚大浦洞二型或者改进型导弹运送到了西北部的东仓里发射基地。 盖茨告诉记者们说,他已经批准在夏威夷部署一些导弹拦截器以及一个雷达系统,以防北韩导弹攻击。 盖茨表示,美国密切地注意北韩导弹的准备作业。 一些专家表示,北韩的导弹不可能抵达夏威夷,并且说过去北韩的试射从来没有接近过这么远的射程。 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星期五在仰光城外戒备森严的永胜监狱内度过了他的64岁生日。 同时,人们发起全球互联网运动并计划举行全球抗议,呼吁将他释放。 包括影星布莱德·皮特、朱利亚·罗伯茨、歌星·麦当纳和足球明星戴维·贝克汉姆在内的各界名人, 同诺贝尔奖获得者及世界领袖们一道,呼吁缅甸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季。 很多人在社交网站上留言,并向YouTube网站上传录像。 一个为他庆祝64岁生日的网站,目前已收到了一万多条留言。 昂山素季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包括很多政界人士和名流, 纷纷计划发表演说或参加集会和烛光首页等各项活动。 昂山素季的14个生日都是在被关押的情况下度过的。 他目前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永胜监狱。 他由于受到违反软禁要求的指控,目前在监狱接受审判。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